臺灣是處於全世界 最危險的地方的同時 為什麼股市還會上2萬點 你解釋一下為什麼一般人的話 都不會覺得害怕 反而不在臺灣的人比較害怕 那看到臺灣的話 臺灣直接證明 就是股市都上2萬點 最近陳建仁不在講嗎 股市上2萬點不好嗎 你怕什麼東西呢 是這個情況 他就是要問我們為什麼臺灣人不怕 趙老師你對這一點 有沒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什麼 我跟你講 我對股票 我是一點都外行 摸殺興趣 但是我以前有一個 記不記不記我們中央銀行 有個謝申宗 謝申宗 記得啊 他當過總裁 對 中央銀行總裁 有一次我那時候 在國關中心做事情 那是國關中心的嗎 他趕緊嘛 那我當然 因為他當銀行總裁 我們有一直吃飯我就想問他 你該不會講話 你都可以啊 我說謝總裁 我說這個股票 我要做股票 要怎麼做的意思 他跟我怎麼講呢 他說你要做股票嘛 他意思是說 股票嘛800點 800點你可以進場 1萬點你也可以進場 那800跟1萬之間呢 你都可以進場 那不是廢話 所以我就告訴你嘛 我就不做股票的人 我跟你又一個一樣了 我不搞股票 但我也想賺錢 基本上因為我怕貧錢 我怕貧錢 不過剛才那個小編提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點非常重要 你知道臺灣 因為你記不記得 今年拜登的國情諮文裡面 他參眾兩院做了國情諮文 他提到大陸方面 有提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中美之間 就是中國用不公平的 用經濟上面等等 跟美國構成的壓力 就是要經濟上面 意思就是要跟老共方面 未來這場仗 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一個就是地緣政治 那很不幸的他談到這個經濟 尤其高科技這方面 再提到地緣政治 就是跟臺灣都有關係 對 我們都沒有辦法 這個遠離未來 至少拜登 這是國情諮文講的 我記得就是這兩點 那這個情況下 那臺灣未來你要怎麼辦 一個 你要譬如這樣 你怎麼樣捲入美國這個高科技 你看Tito是不是 是不是Tito最近 強買強買 對對對 那地緣政治更不要提了 因為美國他一定要運用 這個臺灣牌嘛 然後來所謂圍堵中國 那臺灣大家大部分人 好像都是 我不曉得是知不知道 是不知道或者知道 有點不在乎的感覺 或者不在不care 你看問一般老百姓 一般流行年輕人 他這種概念大概就是沒有了 那麼現在看起來你危機沒有 我們要看起來馬照跑五照條 所以你那個憂患意識 你不像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 充分憂患意識 我跟你講啊 我們知道 他們在左營眷村的時候 那個憂患意識 我坦白講 1949年從大陸到台灣 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能夠 活超過三年的 我告訴你 那一場解放戰爭太恐怖了 那是內戰比世界大戰還恐怖啊 幾百萬人對幾百萬人 嚇死你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年代 你也知道嘛 都很苦 我們那個叫做 柯南生活 叫做戰鬥生活 對對對 一家小孩子 像我們家裡面 七個小孩子嘛 對對對 也沒有結育 就媽媽生一大堆 就生了 不懂什麼叫結育嘛 那你能夠 那你怎麼辦 你要養 看你運氣啊 逝者生存啊 不逝者就淘汰 所以我們家七個 就死了兩個嘛 兄弟姐妹 腰折的 腰折 營養也不良啊 我們哪有牛奶可以吃 我們都吃那個米糕 米糕嘛 哇塞 那天我跟你們 就在一起 還有講說 家家戶戶戶 每一個人都穿在內褲上面 都有什麼 美國國旗啊 我跟你講 你現在跟年輕人講這個 沒有用了 我們兩個老頭講這個東西 沒什麼用 因為你像我跟我小孩講 你要努力啊 辛苦啊 當年爸爸都辛苦 那他的回答就很簡單了 帶著一封同情的眼光 看了我 爸爸你實在命不好啊 我的命比較好 我有你這個爸爸 你沒有一個好爸爸 他的觀念就是 他們現在的年輕人 所以今天台灣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樣 就義苦思甜 要義苦思甜 因為台灣今天說老實話 回憶一下 回憶一下 我們能夠從49年 能夠熬到今天這個樣子 不容易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你再發表一下 我非常非常同意的想法 因為我有的時候 我必須強調一件事 我跟趙老有一點不一樣 我剛剛一開始坐下來跟他講 他是有沒有毛澤東 他都一定存在的 因為你極有可能 在大陸就生出來了 我是大陸生出來了 對嘛 是啊沒錯 我這個命啊 沒有毛澤東 我是不會存在的 什麼意思 因為我爸爸媽媽 兩個人在大陸都有家 把家丟了以後 單身 我媽媽是老區的人啊 在盧北的時候 老區的人啊 我媽媽紐陽哥 扭了兩年才出來的 老區 我媽媽是拿到路票出來的 我媽媽一個人到台灣的時候 老區是東北嘛 就來找我老爺 不是啊 就是說是在1945年的時候 就解放的 1945年 1945年 二戰一結束的時候 解放軍就接收我媽家鄉了 解放區 盧北啊 所以我媽媽的出來 跟我爸爸的出來 他們在大陸家都丟掉了 我原來心裡很難接受 因為我爸爸後來 我那個時候慢慢搞清楚 我還問我爸爸 我說我們叫爸叫大 你有機會再去個老婆 咋又去個閃動人啊 我爸說你媽會包膠子 包心球 對呀 我們那個時候 我的意思就是常常講說 沒有經歷過這場戰爭 沒有我這條命啊 你懂我現在懂的道理吧 因為我爸爸媽媽到台灣 又不認輸 不甘願 兩個人把大陸家了 認為回不了家了 再結婚 再結婚生了第一個就是我 你講的戰爭是國共內戰 對嘛 我講的是抗戰 你講的是抗戰 沒有抗戰 沒有抗戰是沒有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父親那個時候 在南寧 廣西南寧受訓 準備參加 是海軍嗎 那時候入軍 要準備參加這個遠征軍 你不就是遠征軍啊 對呀打遠征軍 我媽媽是廣西人 你想看 到了那取了一個當地人 一個山西 一個廣西 怎麼會和在一起 一定是抗戰 就敗抗戰之次 再下去是在戰爭中 你在家裡 你在家裡有沒有打娘 有沒有打娘 打娘沒有 真的沒有 沒打娘 我那天跟你們那個 左營軍隊在座 十之七八在大陸都有大娘 有大娘 爸爸出來當軍人到海軍 到了上海到了重慶 再娶了一個 再娶了一個 但是大娘留在家了 哎呀你講這些 我以前在改革開放 不是開放 兩岸交流 交流以後 我關問了很多很多老朋友 這個故事 我們可以花 我跟你講可以花好幾個禮拜 那是嗎 很多次是個悲劇 好 我們現在說 回答那個問題 因為我在大學教書 跟年輕人接觸比較多 年輕人會感覺到 他們討厭我們所講的 不好聽的那一切 他們喜歡舒服的那一切 他們就是年輕人本身來講 我不是說年輕人好逸勿勞 也只是說年輕人本身呢 接受痛苦的程度不大 那我們現在講這個歷史 從極度痛苦到極度爽快 差距太大 年輕人怎麼會接受呢 對不對 你在台北街頭的時候 問他們一下的話 每個人講一下 孝敏語講說投降啊投降啊 我絕對不要打仗啊 都會這樣子講 聽起來非常奇特 你知道嗎 其實真沒辦法 至少我那個年代的時候 當兵的時候 我現在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那個 左營眷村裡面 有很多人認得那個 蔣孝文 蔣孝武 蔣孝勇 對啊 突然發現他們三個人 都讀過軍校啊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老總統說 我們家裡的人不讀軍校 誰要當兵啊 你看看 你聽聽看看 你這個 還有那些小孩 像那個 我們現在準備當了那個 賴總統 你的小孩在美國的 你聽聽看 你聽聽看 不過他有的獎項 軍校讀了一半 通通都讀了一半 通通都讀了一半 都退學了 都退學了 都不怎麼樣 蔣孝勇了 退學 那天在講的時候 關鍵點是有這個觀點 至於說有沒有落實 當然我必須強調 毛澤東兒子也在死在韓戰 那更慘了 對不對 所以大陸現在年輕 大陸現在年輕一代 很多是生在新中國 長在紅旗下 對於當年過去那段 艱苦的歲月 其實很多人也不見得 會搞得很清楚 搞不好沒有我們這種 研究兩岸問題的 我們從四九三版 五版 上面紅旗到文革 對 所以我那天聽到 前附他的回憶錄講到 習近平他過去年輕的 因為他附近習中心 那一段我覺得很有興趣 前附他的回憶錄 最近那段寫的 對 他有得罪人的地方 也有寫的好的地方 對 我覺得 所以兩岸的 其實年輕人 我都要一苦思甜 一苦思甜 大家記得 回憶就是的苦難 然後呢 每日不忘思思念念 未來的甜美 對不對 就這個講法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 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 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喔